金華城如果是弊案 這20%的容積假率 市政府應該予以沒收 或者以繳帶金 或者以其他的方式來處理 但是在法律還沒有起訴 或者定案之前 是不應該貿然的去停工的 那麼我是在地的議員 所以金華城 以及他所屬的關係企業 中公跟我們地方議員關係都非常的好 2022年在選舉年那一年 中公在延吉堅有的大工地 我看到上面挖滿了其他議員的看板 包括弘建議員 戴錫金議長 王洪威議員 徐曉星議員 還有張文杰議員等 就表示說 這些在地的議員 跟這些李明 或者是在地的一些 跟相關單位都有一些互動 他們也會提供像免費掛看板 這樣的服務給議員 所以我覺得今天 我跟中公的關係 可以說是基於地方選民服務的關係 至於說今天媒體曝光 我有30萬的中公 他所屬子公是個關係企業的政治獻金 我也都坦蕩蕩地依法申報 監察院完完整整地可以查到 換句話說 我們在地方上服務選民 我們在地方上所做的工作 以及我們對市政的監督 都是可以坦蕩蕩地接受公平 所以政治獻金的部分 我們也是公開坦蕩蕩地依法申報 下個禮拜如果有類似的提案 我想我的主張依然不變 就是在沒有法令依據之下 市府如果貿然停工 會冒著法律的風險 以及讓當地變成一個爛尾樓的風險 市府應該慎重地考慮 我覺得許淑華的問題 市政府早就給他答覆了 許淑華依然是聽不懂 李四川市長還有蔣灣市長的答覆 還是故意要扭曲 市政府已經回覆了 金華層如果繼續蓋的話 其實是金華層的損失更大 因為將來在法令依據下 如果法令起訴 他們就可以依法來處理 哪怕是現在 他們蓋到一個程度以後 申請施工勘驗 市政府也可以不宜施工勘驗 所以這個部分 李四川副市長 蔣灣市長再三地答覆了 許淑華議員反覆糾纏的 這樣的一個問題 如果他聽不懂 我沒有意見 我想請他再去聽一聽 李四川副市長 蔣灣市長 公開在議會 在各種接受媒體的時候的答詢 這個不是我跟許淑華兩個人的戰爭 我不是許巧心 請許淑華不要抓著我糾纏不清 感谢观看